7月28日凌晨 周杰伦开启了自己的直播首秀 进行了约半小时的魔术表演 开播仅10分钟 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就突破4260万 当晚不少他的明星好友 如朗朗 陈小春 华少 关志林等现身直播间送礼物 王主兰更是直接刷了700个穿云剑 共计20万人民币 据统计 周杰伦在这次直播中 总共收获了1亿元台币约2400万人民币的打手 而这些钱会全部拿去做公益 周董直播赚的钱都用来捐给慈善公益 2000万里自己一分钱都不要 也是由平台的代理来捐出去 这样不当给周董加分 还被不少网友直呼 周董真棒 真是太暖心了 而且这次也不是只有周董在现场 所以做慈善的意义更大 可以怎么说 周杰伦有着自己的经纪公司和团队 直播赚来的钱是可以用来公司运转的 可是周杰伦赚来的2000多万 拿来捐给了做慈善 证明他没有一点私心 用大家对他的爱来给需要慈善的人 而且在他直播这30分钟里 也是用了他的知名度 引来了不少明星来送礼物 而这次这些明星前来支持送礼物 也是对周杰伦的认可和肯定 里面的礼物代表是钱 这次王祖兰送的礼物就值20多万 而华少送的礼物值35万 这些明星送的礼物 也是通过周杰伦的短暂直播 也转化成了慈善机构的平台上 也说明了周杰伦的首次直播 那2000多万不当当包括粉丝们的捐助 还有不少的明星的一片爱心在里面 这次的直播首秀也不只是直播 不少的明星靠直播是赚钱 也是想平台把大家会在一起赚钱 而周杰伦表演魔术直播 也是把重粉的实力展现出来 还把自己赚的钱都捐给了慈善机构 这一举动的确很暖心 也有网友说 这次周杰伦没有说赚到钱用来捐给慈善 不进行道德绑架 这样的做法要给个赞 在此小编认为这次周杰伦的行为 不仅给他带来了一定的知名度 还帮助了那些需要的人 大家有何想法 下方评论留言